站桩的过程中,如果说能把胯做到位,那么就可以实现上升清零,舒服,下盘稳定,扎根 对于站桩的理解呢,大多数都是扶骨勾往后坐,臀部像坐凳子一样坐下去 您现在坐好之后,您去感受一下,您的两个脚底,重心在哪里 重心一定是在脚后跟,您的前脚掌可以随意的翘起来 那这就说明,您把重心往后坐之后,重心其实是在臀部上 臀部下面没有凳子,要靠我们的脚后跟来做到臀部的支撑 这样长时间站下肢之后呢,臀部会变大,脚后跟受力比较多,会变疼 同时我们的膝盖呢,也会在身体的最前方做一个支撑 那么膝盖也会受力 如果说您是为了松跨,来让扶骨勾往后坐,坐下去的话 按捷克,我告诉大家,我们松跨最简单,最实用的方法 请收藏,关注 请收藏,关注